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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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義 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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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對了車站 我來發動喔 8萬 欸真的耶 阿大你看 這個里程數 它定期驗車里程 下面沒有紅字 為什麼醫院你知道嗎 因為是T6 其實T6很少耶 雖然它最近很大 那是一種抽屎 是 馬力最大的 有雙渦輪 我說一下 這是1999年的 馬力 S80 T6 我當初就是衝著T6來的 那T6我記得是200多匹馬力 不知道270是不是 272 對啊270左右 38公斤了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地標最強的Dual Lens 我們這台 2020年收的 去嘉義收的 現在終於要換它檢查了 所以我把它開來巨哥這裡 來巨哥吧 這個不會修喔 瑞典的不會修喔 結束了 結束了 不行啦 怎麼了啦 那我發動很安靜啊 沒有啊 也不會抖啊 你看 是不是 不會抖啊但是沒有煞車耶 沒有煞車 真的假的 你不要騙我耶 上次說有冷氣 結果沒冷氣 現在說沒煞車 欸 真的沒有 對對 到底啊 你看 煞車踩到底了 有沒有 一直下去 對啊 我本來想要找你去試車的 不行啦 這樣怎麼試 開玩笑 不要鬧了 沒有油了喔 我先洗我好了 要先加一下油喔 放到連油都沒了 油都蒸發了 那現在沒有煞車 我們要先 直接就去 先弄煞車 不然沒有辦法做其他事 有啦 頂起來我剛剛看了啦 傳動走路漏油 而且破的很誇張 破了一個大洞 沒煞車是哪裡有問題 怎麼辦 因為我剛剛看下面 油管都沒有漏油 油管都沒漏油 然後上面還有油 不然我們這樣踩 基本上油就噴完了 油是不是還滿了 如果有漏的話 照這樣子踩的話 基本上油就會噴完 這邊怎麼那麼死 氣氛是蓋的嗎 有沒有看到這裡 有沒有看另外一邊 都有啊 都有有沒有 這一條都是油 整條都是 唉唷 怎樣 水管還好的 很有彈性 原廠水管 真的撐很久 LOGO LOGO還在啊 喔 有沒有 皮帶也都還可以 唉唷 水箱蠻新的耶 這台車其實不錯耶 你看 只有後面那邊有漏油而已 從2000年到現在 前面都乾的啊 乾乾淨淨的 你看 從這個縫裡面看 有沒有 這都乾淨的啊 我的天啊 太棒了 這台車 前面乾乾淨淨的 喔 我們頂起來看 看下面會不會很精彩 是油嗎 當然是油啊 就拆起來看啊 整個拆起來看再說吧 哇哦 上面看起來那麼好 下面露成這樣子喔 然後傳動頭 甩到到處都是 啊 傳動頭破掉了 就在這 有沒有 就甩的都是油 然後它破洞呢 就在上面 我看可不可以轉離開 我看到了 看到了吧 夠大了 很大的洞 通常這個這邊露 另外一邊也應該要開始露了 這邊外面開始裂 但是它還沒有破 但是你從這裡看 有沒有看到這邊 有甩出來的油的痕跡 它在裡面露 不是套子 是這裡 就是裡面的這一側 有沒有 嗯 對啊 接口對不對 對 這個是什麼 這個你不知道是什麼 這個引擎角啊 這麼小顆喔 對啊 這麼可愛 很可愛啊 它這一顆是吊的啊 你看裡面這邊還有一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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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看到 多大顆了吧 所以你看它 車拉了很多固定的腳位 所以你看這台車的引擎 基本上是 不太會震動 不太會震動 所以剛剛說是哪邊露 這邊有露啊 這邊有露啊 這裡 有沒有看到 有 有 對啊 好 我們來看其他的吧 哇 這精采的盤子耶 這個盤子要換了 你看這裡有勾 對啊 你看這邊有勾很深 很深 對喔 不用看就看得出來 前盤真的是要換 後面的咧 唉唷 哇哦 也要換了 算了 都換一換好了 擦車皮呢 擦車皮夠啊 都夠 這個真的是放太久了 你看 Mobo的底盤 賤掉 Mobo的底盤 很紮實 非常的粗重 然後又非常的多分 但是 他一定要搖 你才會知道他有沒有問 喔 沒有 搖是搖什麼 那個襯套的間隙 避震器都沒有漏油耶 好啦 那也只能等煞車弄好 才可以去試 正時皮帶水泡浦也要換嗎 不是啦 因為他這一台你看嘛 這一台2000年的 現在幾年了 所以就算可能他跑 5萬公里也要換 因為你不知道他有沒有換過啊 因為很久了啊 好 那我們就把材料都叫一叫吧 引擎腳上面這一隻 跨的斷了 有看到嗎 有 所以先叫我們看得到的 然後到時候等 拆的時候呢 我們再把這邊下面的肉油 確認一下 那再另外叫就好 反正我們要先把煞車弄好 我們才可以出去 才可以試車 請看這個節目 請請看 駒哥已經在裡面想辦法發動了 聽說是發不動 來吧 駒哥 面對吧 現在不會動了 要怎麼拍 為什麼會發不動 我怎麼知道 正時沒對準 也發不動 氣候棒補壞掉 也發不動 我不知道要怎麼辦 怎麼辦 我很害怕 你有沒有一開始就這麼慘了 好啊 不會動 發不動啊 他就是不會動 我們已經推進來了 不會動 慘了 這要怎麼查啊 啊就想辦法查啊 不然怎麼辦 好了不要再發了 沒電了 好啦 那你先拍材料吧 眼睛腳 火星塞 筆帶 水棒譜 插車怎麼辦 你不要一直拍我啦 你不要一直拍我 等一下 我們要先講一下 你們都一個下午 查出來 為什麼發不動啊 就是氣候棒譜壞掉啦 不出油啊 那棒譜不會打 那我們等一下會再把它開起來 然後接電 會動 我們再裝回去 那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問啊 我們一開始不是以為 氣候棒譜在這邊嗎 那這一顆是什麼 這一顆是浮筒 浮筒 氣油浮筒 浮筒就是你 油表 對啊 油亮的啊 所以這顆才是氣候棒譜 對啊 所以這些線平常都泡在汽油裡面 對啊 這都是泡在汽油裡面的線 線走這裡啊 你覺得它從這邊走走走走走到那邊 它主線是這一條啊 對 所以這邊一定要拆 對兩邊都要拆 然後把線解掉 然後要從那邊把線穿過來 然後在這邊解 是不是很過癮 蛤 從這個鐵板下面 對啊 因為它線 來 線就在這 有沒有看到 你有看到線了嗎 我看到了 但我不知道觀眾看不看到 好啦 我們線拆掉了 有沒有 這一個就是浮筒 有沒有看到 浮筒 兩邊都有一個浮筒 好啦 這樣我們就可以拉出來了 好了 它就是長這樣 然後你看 你看 這兩根 一定是走馬達電 嗯 這兩根細的一定是走訊號 這是汽油調壓法 調壓法是要幹嘛 調整汽油壓力啊 汽油壓力要調整啊 有的人會直接換裡面這一顆 這一顆就是馬達 就是現在它不會動 好所以我們現在呢 就來接電 看它會不會動 阿如果會動呢 如果會動 再把它動回去喔 沒有一定是 因為我剛剛量電 這兩條主電 有過電馬達不會動 喔 紅的接這個 黑的接那個 你看會不會動 你看看這邊嗎 對啊 看這邊嗎 有沒有 不會動 我已經插了 它有叮一聲而已 但是不會轉 它正常它要怎麼動 正常要怎麼動 正常要怎麼動對不對 嗯 我記得之前有一顆馬達 這顆會動的是不是 馬達 來我們現在這一顆不會動對不對 嗯 其實差不多你看 樣子其實也是一樣 有沒有 那我們現在來試 有沒有 有沒有 一樣我們拔插頭就好 其他都不要動 有沒有 我換了這一個 好 有沒有 所以這一顆死掉了 所以這樣那個 是在吸是不是 沒有啦 這一顆不知道啦 但是正常啟動的話 它就是 它從下面吸油啊 嗯 對 來它下面 其實跟這個一樣 這是它的濾心 有沒有 就跟這個一樣 對啊 吸油上去 然後從這邊油管出來 埃滋回油 這個是有過電喔 可是它動不了 它應該是裡面 汽油放太久 卡住 我們只要把這個拆掉呢 就換那顆上去 它就可以動了 然後你看喔 現在就會噴油了 然後我現在想辦法 讓它噴油出來 給你看 來囉 有沒有 有沒有 有了 有沒有 髒東西跑出來了 這個就是卡在裡面的 髒東西 所以把馬達卡住 那些就是元凶 原廠的氣油幫浦 新了 有啦 又來穿線了 可是這個線浮 我小不痛 要怎麼穿呢 就從這個洞 穿來這個洞 所以照理講 這個插下去 它就可以發洞了 對 正常是這樣 正常是這樣 對 好了 現在要把頭拉出來 它有兩個頭 還有一截管子 有了 看到了 頭 兩個頭都出來了 好了 等一下我要先來插插頭 至少不要讓它再跑回去 先卡住 對啊 差一個座子 不知道這邊有一個固定座要扣的 這個白色的固定座 要扣在這個上面 就看這一次喔 喔油錶在動喔 喔 水啊 好休息啊休息啊 冷氣會冷 冷氣會冷 真的嗎 這麼快喔 這麼快喔 是不是冷氣會冷 是吧 好 什麼 第二次發也正順 可以發就好了 這比較好處理一點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第二天了 所以我們現在換 煞車總棒 總棒喔 棒是哪一顆啊 在油壺的下面 這個也要拆掉 那個到時候要拿起來 因為它只有本體而已 這個拿起來會 油會滴的到處都是嗎 不用我猜油管就會滴的到處都是 還不用拿到那個 就要滴 就已經滴了 有啊它已經開始在漏了 有沒有看到 嗯 喔這個油這麼爛 這油已經整個都沒了 有沒有 咖啡色 你要先抽乾嗎 先抽掉吧 不然這個油量太多了 你剛剛猜這個是什麼 這個熱帶濾網 這個要換嗎 沒有啊這幹嘛換 這洗一洗就好 你看你的煉乳在裡面 因為它要煉乳 等一下整個油壺 都要拿出來洗 有沒有露氣露氣露氣 讓它露氣 它真空就不會吸住了 這樣就鬆了 這個東西是要幹嘛用 這就是煞車總棒啊 負責把油推給分棒用的 這樣讓分棒可以咬住煞車嘛 它就是這邊 加壓裡面有兩顆火栽 然後這邊有個油管 這邊有個油洞 對不對 油壺在上面 油從這邊進去嘛 然後加壓之後 它把油擠出來 擠出來之後 就會到油 就到ABS 然後到煞車分棒 煞車分棒就會夾緊 就大概是這樣 對 這一顆 真的壞了 因為剛剛這一孔有分油 這一孔沒分油 再來就是 最緊張刺激的時刻 因為這個牙要對好 這牙沒對好呢 就要再換一次 這個牙一定要用手 轉到鬆的有沒有 這一種就是要小心的地方而已 這樣就好了 那這個還不能鎖緊 那我們現在先去洗 把油壺這些洗一洗吧 把煉龍洗掉 可以 然後把水分吸一吸 所以這個倒進去要再倒出來對不對 有 看一下有沒有雜質啊 讓燒車油吸一吸水分有沒有 有耶有雜質 我剛剛看到一個白色的飄過去啊 真的假的 嗯 沒關係喔這個就先泡著給它洗一洗 因為它裡面呢 其實有一些洗不到 這裡黑的有沒有 嗯 這個沒有辦法因為伸不進去嘛 所以我們用煞車油 看可不可以把它溶解一點 你看 變乳白色的 對啊 有沒有原本清澈的 所以我們就 要等 給它泡一下 好吧 那就先這樣給它泡 齁 這是保險旗艦 怕它飛走的嗎 不是啊 這就是歐洲車人性的地方有沒有 要換你裝疊盤 因為你看嘛 日系車是凸出來的螺絲 歐系車是螺絲 所以它這個先固定 手就不用直接在那邊撐著了 對啊 它就不會掉下來嘛 不會發生危險 所以它的這個 螺絲是跟輪胎一起的 在那邊 在輪胎上面 所以它是一個 鎖全部的東西 這麼放心喔 不知道 那我的感覺 日系車那種凸出來 感覺比較 讓你 比較安心 對對對 讓你 絕對比較安心 嗯 我可以問一個問題嗎 那你問喔 這顆是什麼 那顆你看嘛 這個 三腳架 上面的 上三腳架 啊這個每一台車 設計不一樣嗎 其實你看嘛 它這個如果這一邊再過來 然後下面這樣子 就變成 雙胃背的感覺 有沒有 啊你看 它這個上三腳架 又接LIA CHAM 有沒有 斷斷的 有沒有 斷斷的 然後它就會 可以一致側傾 可是它是獨立懸吊 一般好像不會看到這顆啊 對不對 會啊會有啊 會嗎 一般有的是鎖在下面這邊 那它是走上面這邊 Focus好了 Focus是不是鎖在這個上面 對啊 對不對 它直接從這邊鎖上去 用這一根 去當作防輕杆 這個支點 對 但是它是 坐在這裡 所以是不一樣 哇 啊來 它的貨饅頭爛掉了 貨饅頭是什麼 就是預防避震器觸底的啊 它饅頭就裝在這裡 有沒有我剛剛一吹 整個都在地上了 所以它吹去了 對啊 吹去了啊 慘了 我們要多換一個 我們可以把它倒掉了 又過了半小時左右了吧 應該有吧 有了 油比較輕了吧 有了 要安裝了 好 那我們可以加油了 我那個油管不是還沒有鎖緊 先讓它空氣跑出來啊 等一下你就會看到空氣在那邊 噗噗噗噗噗噗噗 然後空氣肉盒差不多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油管先鎖緊 因為裡面現在還很多空氣 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 就把它先這樣 有沒有 這裡空氣就跑出來了 有沒有看到 嗯 有沒有 這裡 罐子裡面的空氣 我去踩比較快 但是會噴喔 你自己要小心喔 好 來 有沒有 好了 兩個都 兩個都在滴了 那我們就可以 先鎖一下 先鎖緊 欸其實這樣就有感覺了 就是不是空的啦 慢慢有壓力 所以現在才是在 排氣嗎 對啊先排一下氣嘛 先把它加滿一點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抽很多 它裡面油很髒 對 你看 你看饅頭 這是 饅頭的屑屑 這是饅頭的 最後的遺跡 就在這裡了 來 這是新的 欸為什麼是白色的 它長這樣 所以它就是白 它應該是白色的 它正常就應該是這個顏色 你看實心的 它會去抵這個 就是這樣子擋住 它就不會 避震器就不會觸抵 嗯 對 保護避震器用 好 閃遠一點 好啦我們來看有沒有乾淨 沒有乾淨 又要再摳一摳 你看這都變硬了 對啊 硬那一邊也是硬的啊 對啊 啊這個就是要把它清乾淨啦 再裝新的門頭 因為它都變黏了 變質了 有沒有看到 對啊把它挖一挖 等一下再搓一搓 不然新的門頭 裝一裝就掉下來了 好那我剛下午 應該先挖另外一邊 現在你也可以挖另外一邊 我就裝這一邊 另外一邊給你玩 好不好 它就是把它塞到那個草裡面就可以了 你看它這邊有個溝槽 對啊 對啊 對 但是這個要 真的是要清乾淨 把它烤一烤 這個就叫饅頭 對啊 它正式的名字 你不覺得它很像饅頭嗎 它像銀絲捲 銀絲捲 就是要跟人家不一樣就對了 沒有 我是好奇它正式的名字 我應該稱呼它什麼 喔有有有 避震器橡皮 你看我們就是把這個槽有沒有 看好就卡在這 這也是要怎麼卡 就是 用塞它 那就是一邊一邊進去 一邊一邊進去 不然就是拿工具 拿個小衣有沒有 邊搓邊轉 對 這不能轉 不能 對 好啦 這樣就好了 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我帶來 哈哈哈 你怎麼帶來另外一邊玩意啊 對 用刮的就可以了 師傅你要檢查一下嗎 不用不用 你覺得可以就好了 不要這樣啊 看一下 可以啦 這樣子就差不多了 對 就這樣 對一邊一邊 然後再來再往後 那你像這邊翹起來就是沒有進 所以就是吐一下它就可以進 好 這樣就可以了 Ultra Dash 地標最強的Dual Lens 我放掉了 他發了 我放掉 我已經放棄了 結果他發了 嚇死我了 我想說已經換了 怎麼還沒用好 不要這樣子啊 啊來 我剛剛都不敢講話 是不是 跟我不合 好發動了 你要洗喔 給它發一下嘛 好 先讓它跑一下 好 所以要去試車嗎 要的話 要去拿牌啊 好去拿牌吧 那我們去試吧 試完再說吧 先看煞車煞不煞得住 喔有煞車 有啦 有煞車啦 它怎麼有亮燈啊 Engine System Service 保養燈啊 好囉 我們來試了 欸 對 怎麼 亮燈啊 防火啊 ABS燈 對 不會它輪速壞掉了吧 輪速感知氣啊 對啊 而且它現在油桶沒有油耶 又有了 又有了 它跳來跳去啊 怎麼會這樣 你按就沒了 又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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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它冷氣很冷 欸我們開裝後 還是感覺到 它冷氣很冷 對 它冷氣很冷 有喔 這個有煞車喔 有煞車喔 煞車還很利耶 底盤其實沒有什麼聲音 喔底盤可以喔 再來就是回去看這個ABS到底是亮什麼 就是那個油 你看又上來 踩油門它就上來 對啊 然後放油門 我踩煞車它就不見了 有的時候 又不見了 欸它引擎腳不是斷掉了嗎 誰 這台啊 沒有上面那隻沒有裝啊 我們把桿子拆起來我沒有在裝 怎麼覺得那個影響不大 那個影響本來就不大 先插電腦那那個 ABS 喔 輪速 就是剛剛講的 有沒有 對啊 右後輪速 所以那個 換好ABS應該就好了 對應該 好吧 我們來看右後 要怎麼猜 線是接到哪裡啊 大哥 在油箱上面 線在這 它接去哪裡啊 哈哈 慘了 我把輪胎拆掉 哇嗚 阿達我找到了 在車內 在車內 對 唉唷我先放下來 等一下我先放下來 對 這個 這一條 ABS 這裡 為什麼要來的 現在要撐的線就是這一條 好了 有沒有 那我們再來拆下面 有沒有 線頭在這裡 就是這整串 舊的 我們來比一下新的 很好 好 來吧 上吧 好 投定 沒有護髒馬了 有沒有 吸了 沒了 沒了 漂亮 好啦 我們現在要幹嘛 我們要 拆正式皮帶 起來看 好漂亮 擺脫 不要斷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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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斷 大哥千萬不要斷 再來就是拆正式皮帶水棒補 然後再來就是肉油嘛 然後還有要換火星塞嘛 對不對 我知道為什麼它這邊會漏油 因為它管子破了 因為它這邊油很多 所以這邊的漏油 不是因為鳥帶 有沒有我上次就懷疑 不是鳥帶肉 就是管子滴下去 就是管子滴下去的 這邊的油氣滴下來的 不然你看其他地方 其實都是乾的 安樂管子的油氣 那就是渦輪管 哭了啊 你看這裡 有沒有 裡面 裡面的油 乾淨的喔 再摸一次 有沒有 它就是油氣 因為這個車應該沒有那麼快 漏油 它是時間久了 累積出來的 不是說用低的有沒有 喔 對啊 你如果說用低的那就是 要看那個管子是不是硬 哇 怎麼樣 它有這麼乾淨 它沒有漏油 它封在裡面怎麼會這樣 所以我才說鳥帶沒有漏啊 那應該是那些油氣噴出來的 沒有啦 平常看到油油的看習慣 看到這個太乾淨了 對 而且太新 有點嚇到 其實不賴 拿新的出來看 有啦 這個間隙大了一點 這個比較大一點吧 對啊 這個頭已經下去了 這個頭還是尖的 對啊 對不對 大概一點點而已 對啊 它其實沒有差很多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抽出來了 好 好 等一下喔 我去叫人家來收 叫人家拿回去用 我先把這邊清一清吧 真的全部都是油 有一顆擋住 所以你要轉這個 這樣子應該就可以把外盤拿掉 有沒有 皮帶拿出來 你看這個皮帶雙面 有沒有 兩面的皮帶 出來啊 現在難搞的是這個膠 沒有 沒有 要除上面的啦 喔 綠綠的都是膠 好了 可以來試水了 我們加水加壓 沒有囉 沒有囉 換好了 你看 這隻傳動軸很重 這隻傳動軸有夠重的啦 好 現在就要來測試了 先要轉動完 然後再對回原本的記號 看證實有沒有跑掉 沒跑掉就OK了 好 總回來了 下面是正的 我們看上面 好 搞定了 有沒有 這樣證實就搞定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我們現在換這一根 貴山山的管子 增壓空氣管 換完管子要再去試一次 換完管子再去試一下車吧 就是這一段 對啊 我們等一下試車要試一個 這二十幾 你要試什麼 油錶啊 油錶 我們上次不是開一開 它會降下去嗎 對 你看這裡就有油了 有沒有看到 這邊裂料 是不是豎子豎起來 這個還是會有空 然後就會從那邊 往下低 你看 這邊 就會比較髒 是車 我們這次要試什麼 第一個要先看就是這個 這次比較順 越來越那個 越正常了 這好像底盤是沒什麼聲音 目前沒聽到 對 它開起來的那個 引擎的順暢 順暢 變速箱也是 對啊 換檔都可以 只是我 我玩變速箱也沒有換 它機油也還沒換 BOBO的底盤 其實正常來講 是不太會有什麼意義 僅限於這種舊BOBO 新的就不好做 有啦 都是 座舱內的 後面拆了亂七八糟 你要不要拍一下給 觀眾看一下 後面拆了 亂七八糟 沒有聲音才怪 有沒有 這麼大褲辣 都沒有 然後小碎鎮 都是內裝的 哎唷 該不會 過關喔 這一年來終於要結束了嗎 太棒了 油表 沒有注意看 它又變了 慘了 這個油表 真的會弄死人 還是是儀表的問題嗎 你有遇過這種嗎 以前的BMW 但是這個照理來講 應該比較不會 我們可以試一下 它不會動 BMW這樣敲敲敲就好 敲敲敲就好 就會好 欸 散了 它又敲下去了 完蛋了啦 你看Service燈起了 那不會真的是儀表的問題吧 欸 好了 不要叫我再拆七個棒子就好 好了 儀表問題 這樣就可以確定了吧 八成是儀表 得到解答啦 真的八成是儀表 因為我們油是加滿的 而且我們剛剛是順順慢慢滑的 基本上它的油比較不會浮動 你看它忽然又不見了 好 我們再試一次 該不會它上路才會這樣吧 不可能吧 可是也不應該這樣子啊 不是因為這個真的這樣很怪 等我一下我去拔剎頭 拔剎頭可能會洗我 怎麼可能拔剎頭還有 你真的是拔掉了 欸 掉了 起來了 那這樣跟這樣子試有沒有 嗯 就跟汽油棒浦沒有關係啊 有沒有 我剛剛一插 它就馬上起來 它就馬上起來 對 那就跟汽油棒浦比較沒有關係 表示那邊是正常的 然後這邊會亂跳 就歸這邊的事 這邊會亂跳就是歸這裡 好啦 這樣就是猜意表 我們底下那個肉有了 變速箱就是那個 有一個sensor那邊有沒有 那邊應該是要拆起來 換橡皮 或是什麼的我不知道 還沒拆 現在只剩這一顆 你有沒有看到油啊 喔 變速箱油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它的感應器喔 感應器會漏油 對啊 感應器漏油 所以我們 要拆起來看 可能是裡面的油風吧 這個是要拆什麼 拆這個sensor 灰色的sensor 整隻拔起來之後 看它裡面是不是有油風 All-in 如果是有All-in 就把All-in換掉 如果All-in換掉還是漏有沒有 就表示它從sensor的 裡面內部漏到插桶 希望只是換 好 那你就把它固定螺絲拆掉 它的螺絲喔 它有一個壓的 你看看這個鐵片 它靠這顆螺絲去壓這個鐵片 去壓住它 對 所以這 是變速箱油的嗎 對啊 低下我們要補嗎 不用喔 因為低 低沒起低 好啦 現在我們看到All-in了 但是拆下來的感覺 我看 有啦 All-in扁了 沒關係我們換一條 好不好 有沒有 它這一條 這一條就是它 對啊它就會靠這一條 沒關係我們把它換掉 等一下 去對All-in 我覺得這個太棒了 那應該是這一條 可是我怕它又壓不住 這一條是比較剛好 可是這一條有點細 有沒有 這一條比較細 嗯 比起來應該是對 這一條比較細 這一條又太粗 所以我們為了要封住它 我們用粗的 封出的 就不要用細的 先隔上去看看 唉唷 應該可以喔 你看這個突圓 嗯 剛剛的突出來 好 我們裝回去 裝回去 鎖起來 它又怎麼知道 它會不會出去漏 它就是 裝回去開一開就知道了 會漏就會漏啊 塞這個 有緊 有沒有 我們等一下直接發動就好了 原地怠速 看會不會漏 那不然這樣子啦 我就讓它輪胎空轉 好不好 因為它會一直轉嗎 我們傳動軸是有在動的 有沒有 乾乾淨淨 好啦 就好了吧 OK了吧 前進回顧一下 我們把這個儀表送去 送球 現在送回來了 被這個儀表差點搞死 弄了半天是儀表外掉 所以我們這個裝好 然後 下護板鎖回去 就可以來做美容了對不對 對 就可以到隔壁下一關了 我們把裡面都塞光光了 然後我們就把地毯 拿出來清一清了 可是好像沒什麼 好像沒什麼救欸 就是經過時間的洗禮 我覺得比較嚴重的是椅子 椅子我覺得前座都還好 就是旁邊是這樣 然後 不知道是不是太陽賽退散還是怎樣 這邊跟這邊也有色不一樣 這邊已經 然後這邊 這邊凹進去了 所以我就問老闆說 他剛才選車重包 他說好啊 所以到時候我們這個椅子 會全部來去重包 後座 然後 架子座 還有 後座的邊邊 那應該是安全帶那個吧 對啊 B柱 B柱也到脫皮 皮都脫皮了 B柱 重包 這應該是C柱吧對不對 三角重那邊 全部重包 這頭全部重的重包 好 Yeah 重包 你不用洗了 恭喜你 哈哈 好 好 好 我 好,這個是我們應該是在三年前買回來的VOLUVO S80 好不好,那個片子就放在這邊 三年前到嘉義,記憶猶新啦 買到一台狀況很好的S80 就這樣三年過了 好啦,那我們盡量把它回復到重振往日雄風 放著放著啊,問題都會一直來 老車就是這樣,所以我們也換了汽油棒譜 那也把這個石龜鼻帶、水棒譜 ABS的輪速感知器、煞車的總棒 連放到煞車都沒了 沒電是基本的 皮帶也要換,墮輪也要換 還有引擎腳、火星塞、後避震器的這個 饅頭、傳送手、防燒等等等等,放在這邊 再來呢,接下來就是一些內裝的 誒,儀錶為什麼要維修? 那時候那個油錶壞掉了 油錶不准? 對 好,油錶不准,難怪會發不起來 不是啦,氣油棒也掛了 可能那個用到滴水位不知道燒掉會不會 滴油味不曉得啊 然後就掛了啊 好,那這個VC柱呢 我們也把它重包了 那基本上呢 這個顏色呢,我們就維持它原本 因為它原本的這個銀色是非常有質感的銀色 帶著一點點變色的效果 蠻高雅典雅的一個顏色 所以我們就把它維持原來的顏色 格勒紙是貼的嗎? 原車的 那原車的格勒紙就還不錯耶 也沒有任何的起泡等等 那主要是內裝 哇,這個內裝也是花了很多時間、花很多金錢 當然把椅子全部拆空 然後做一個清潔是基本的 那原本它底子就不錯了 一些這個 杯架啊等等的一些飾板啊 其實功能都還蠻正常的 那椅子我們也特地把它照原本的版型 跟原本的顏色下去做 所以這個整個看起來就是一個非常的 有高級感的一個顏色 而且你看喔 阿丹你看它那時候就是厚地毯 它的地毯是厚的 你摸摸看 它的地毯有沒有 它是比一般的地毯都要來的厚實 當然這個隔音效果也會很好 那VOLVO本來這個 這個狀的程度 金狀的程度應該不用講了嘛 感覺非常好 那全車的皮椅包含後座 你看後座空間其實真的很大 阿丹你看它沒有後座出風口 這麼高級的車 它有電話 有電話耶 對啊 不是阿丹你白癡喔 後座出風口有在這啦 有啊 有啊 哇這電話這麼蓋起來好不好 喂 媽我阿丹阿 這個就是以前的007那種特務有沒有 感覺好像年代感 這真的非常的有風味 你看連電話都還留著 這非常有味道的一台車 而且這個皮革我們還用貴的 這不是便宜的 你摸摸看這皮革多Q舒服 好我們來發動一下 欸這台那時候里程多少我也忘了 這跑很多還是跑很少 多多吧 這個花這些錢 賣誰 我們那個9000Saba的 回商戶花了一堆錢 花了十幾萬 我還是賣十幾萬 但是沒人要買 糟糕了 真的要找一個地方放這些車了 試一下試一下 八萬 八萬 1999年的 八萬 八萬 你還沒發牌 穩吧 對啊 有沒有比你IS穩 有欸 真的有喔 我隨便說一說 哈哈哈哈 人家 對不對 這個 沒有沒有對不對 哇欸中置喇叭 喇叭蓋 你看還有中置喇叭 你看 哇你看這杯叫都好的 有沒有 它冷氣冷嗎 不要休半天結果沒冷氣 有冷氣應該是蠻冷的 這到底還有沒有人要買 該不會又留著我再過三年 這樣我怎麼受得了 欸你看這很屌 剛剛那個電話有沒有 就從這邊按的 09 有沒有 31 555666 不錯 喂我阿營啊 欸屁啦 阿呆冷氣不冷 冷吧 好 AC off啦 抱歉抱歉 我開了 現在才開 喔有有有 喔 蠻涼的 蠻涼的蠻涼的 有啦有涼的 對啊會冰欸 好啦三年了 終於把一個老車弄出來 不過我們真的是幫它保存的也還不錯啊 你看它大燈還是依舊的那麼明亮 有沒有 好那這個保險桿啊什麼 其實狀況都還不錯 七面的狀況都是還不錯的 欸這引擎蓋不是鐵的欸 這引擎蓋像是那個叫做 那個叫什麼啊 塑缸 這引擎看起來是塑缸的 有沒有 輕量化 好不好這個車呢 非常經典的一台車子 99年的Volvo S80 那這個慢慢的會越來越俊勇 越來越經典 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喜歡我們的影片也記得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支持我們繼續做這種 翻新的影片 做啥你 沒有啊其實喔就是等有空的時候才做 你知道小陳也很忙啊 我們就是要放著等它有空的時候 慢慢做慢慢做 慢慢做一個紀錄 來跟觀眾朋友分享 也多多鼓勵我們 花那麼多錢 順便業配一下我們的衣服啊 來看到沒有 我們的小黑人 有沒有背後 漂亮吧 帥啊 好不好放上連結啊 支持一下 歐彌陀佛 練才練才 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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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陣子 還有來 拍到的 我們來拍起來 會變成 這個水 抓爽 太毛的 我可以見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